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大人 昨晚顺和村被烧成一片废墟 我已经听说了 我听说那附近有本相的新宅子 我也是刚知道的 那里也有我的新宅子 下一个被火烧的恐怕就是这些新宅子了 本相都不敢住在里面 我跟你不一样 我敢住 可有一件事情 张大人想的肯定跟本相是一样的 什么事情 顺和村的火一旦引燃开封城 咱们都将葬身火海 是 王大人 您这是一语双关呀 好 娘娘 张大人来了 太后娘娘 您的弟弟昨夜烧了顺和村 是 都下去吧 是 哀家都知道了 我听说是有人聚众闹事 你的脸色憔悴生病了 一夜未能安稳入眠 为什么 噩梦不断 说说 什么噩梦 总是有人 不断地想法子 要谋害哀家 什么人 不知道 那模样 似熟悉 又陌生 哀家在梦里 不停地逃跑 不停地求救 可是哥哥 却远远地站在那里 自打妹妹做了太后 就总是做一些 稀奇古怪的噩梦 是 好 不停地逃跑 我 不停地秽时 不知道 就算了 可能 再来 便测试万别 怎么搞 要不脏 让我说 現在 都不乱 你放心 你的事情我不会远远地看着 我的兵马就驻扎在开封城外 那天夜里我出宫 听到一个疯女人在那儿叫喊 一个女人疯成了那样 活着也是受罪 早该给些解脱 留着会被别人利用 要当机立断 免得夜长懵夺 张公子 宝妈 我找子羽姑娘 张公子 张公子 子羽姑娘不能伺候您了 为什么 她要嫁人了 嫁 嫁人 嫁什么人 天上掉馅饼砸到她了呗 我们家小爷要把她嫁给一个朝廷的官 张公子 这青楼里最不缺的就是姑娘 你说你花那么多银子在一棵树上吊死 多亏呀 走 妈妈再给你找个新来的 走 走啊 妈妈 我和庄公子有话要说 不行 要小爷知道了 妈妈我要遭殃的 我妈 我妈 还有 那 只许说话 不许干别的 哎 还 sagen 什么 不许款 小税 翌尚 真是 有的 这种暗器叫索命侠 应该就是这个 索命侠 传说侠内藏有暗器 里面设有机关 一定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两位捕快 你们知道 有什么人使用这种暗器 但凡暗器 只有江湖上的人 才会制造和使用 江湖 难道刘富 与江湖这人结下了冤仇 女人呈胭脂香粉的匣子 却用来杀人了 胭脂香粉的匣子 这么精致的匣子 在街上很少用买的 你要嫁人 我谁也不会嫁 可宝妈说 庄公子 刘富被人割掉了一只耳朵 我知道 便宜他了 又让他捡了一条命 不便宜 刘富是国舅 命贵 那些银子和首饰 只够买他一只耳朵的 拿多少银子干多少活 这是江湖规矩 那些银子只够买他的一只耳朵 那 礼物是谁送的 什么礼物 有人送来一个木匣 说是给刘富大婚的礼物 那木匣里装的是独命暗器 你 夺命暗器 刘富又套过意见 他手下替他送了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刚发生不久 难道 还有人想要刘富的性命 包长 案子有线索了吗 你知道这个暗器 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唯一的线索 它是你的救命稻草 学生不明白 暗器是江湖人所用 也就是说 因为刘富与江湖人结约 江湖人想要他的命 这案子反倒简单了 你们俩个出去 你们俩个出去 包长 我在开封抚引这个位置上 能活到今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无能啊 要命的案子 我是一个都破不了 朝廷之所以有那么多 悬而未决的案子 就是因为有些案子 不能深查 查下去会引火烧身 甚至点燃整个朝廷 最后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葬身活害 你听懂了吗 大人是说 杀刘富的凶手在江湖 跟朝廷没有关系 我只是奉劝你看清自己的处境 这案子一直悬着 会要了你的命 你们老跟着我干吗呀 我说过我不会逃跑的 小姐 老爷吩咐的 您别为难我吗 我只能别担心 活计 醒醒 这 怎么了 我要看那个匣子 客官 好眼力啊 这可是好匣子 上等的木料 上等的手艺 你是掌柜的 正是 这匣子是做什么用的 有钱人家的女人 装颜值香粉用的 这匣子哪里还有卖 别地儿都买不到 我们店里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只有到我们店里 才能买得到 只有你们卖 那是啊 那是啊 那是 这个是你们卖的吗 怎么了 我叫你 曹靖靖 我叫你 别打了 我是曹靖的官 我叫你 打他 打 打 刘父是国舅 杀他不容易 你已经要他一只耳刀 也算报仇了 傅哲的事 就自了结吧 我要的是他的命 没有银子 我们拿什么要他的命 江湖上的人 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庄公子 无论怎样 我都感激你 你对我的好 我会记得的 你怎么感激我 你怎么感激我 逃出去 跟我远走高飞 找一个没有人 认识我们的地方过日子 庄公子 我知道你疼爱我 但我是个青楼女人 走 不配你的疼爱 我不嫌弃 跟我走 谢谢你 刘父只要还活着 我哪儿都不去 资云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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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插着门做什么 我们在说话 说话插着门啊 是在说话 宝妈 我妈没说完呢 没说完也不能说了 时间到了 宝妈 张公子 你还是走吧 别让妈妈为难啊 宝妈 包大人 您来了 我跟你说 刚才他们在屋里啊 什么都没干 只是说话来着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把开封城放个底朝天 也要把校服给爷找回来 快去 是 小爷 查出来了吗 没人接过这个东西 开封府的捕快说 这是江湖上传说的锁密侠 锁密侠 什么人做的 什么人做的 传说这种暗器 机关繁琐 只有江湖上的人 才会制作使用 江湖人 江湖人多了 满江湖都是人 他为何要杀小爷 我还正想要问你 你跟江湖上 什么人结过冤仇 你口口声声地问小爷 小爷要是知道 早把他杀了 我要你干什么 你昨晚见过相夫 他人呢 不知道 杀了蔡和尚之后 不知踪影了 是你要杀小爷 你杀了相夫 这个匣子是你干的 你太抬举我了 我没那个本事 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杀爷 太后交给我的案子还没查清 你死不了 姑娘姑娘你不能去 别拦着我 姑娘姑娘 让开 小爷她是自己闯进来的 是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你丢了一只耳朵 所以来看看你 你是心疼了 还是来嘲笑爷的 包拯 朝廷让你查凶手 凶手没查到 倒把他的耳朵查丢一只 你 你承心呗爷 是你要杀爷 偷东西 偷 追上 偷 你真的是朝廷的吗 偷 我说包大人 你不好好在朝廷当官 怎么跑这儿当贼来了 我被当贼 没当贼 那你怎么被当成贼在挨打呀 你 你真的是朝廷的官 到里面说 大人饶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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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小的们有眼无珠 小的们该死 小的们该死 你们起来吧 我有话要问你们 小的们不敢 起来 是 是 为何说我是贼 大人您拿的那个匣子 本店只做了两个 昨天在店里被贼偷走了一个 小的们一时气愤就把大人当贼打了 真够蠢 有贼拿着脏物来找施主的吗 知道哪个贼偷的 要是知道是哪个贼偷的 我们就不会把大人当贼打了 是真的 丢了木匣掌柜的要扣小人的工钱 所以刚才把火都发到了大人您的身上 小人说的真是实话呀 大人 您 您要是喜欢把另一只 这 怎么了 另一只到哪儿去了 这刚才还在这儿呢 对呀 刚才还在那儿呢 不说八道 明明就这一只 你还在这儿呢 干嘛干嘛 干嘛都看着我 难道你们认为我是贼吗 当时我们都在室外 有人趁乱进去偷了木匣 这只飞镖也是那时安装的 娘呢 你带人去把那个掌柜给爷抓来 是 跟他们没关系 杀手是怎么知道你要去木匣店的 他在跟踪我 跟踪你 跟踪你干什么 杀我 这一标就是冲我来的 不对 是杀小爷的 小爷刚刚差点被这标射中 你去店里干什么 买匣子 买匣子干嘛 装价装了 你看这爷 是你干的 你谋害爷 爷现在就杀了你 真要杀你 他不用跑到这里来暴露他自己 用他的命换你的命 他没那么傻 报长 听说你被人当贼打了 学生就是因为这件事来的 朝廷的官被当街殴打 还有何官位 你现在就带王朝马汉去把那几个歹人抓来 下到大牢里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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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包大人 您挨打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不能全怪他们 他们不知道您是朝廷的官 没错 您要穿着官服带着随从 百姓躲还来不及呢 谁敢打你 那是吃了豹子打了 到了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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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包大人 这去哪儿这是 包大人 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二位不快 想要我的命 拿去吧 这里荒郊野岭 杀了我没人知道 动手吧 包大人 你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要杀刘富 也要杀我 索命侠是你们干的 你 你 你凭什么说索命侠是我们干的 这两只飞镖 一直是要杀刘富的 一直是要杀我的 杀我的那只 只有在开封府 我跟尹大人说话的时候 才有机会安装 当时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场 你们有意透露给我卖木匣的地方 将我引到店铺 如果我被暗器杀死 你们正好嫁祸于人 掩护你们 一派虎爷 若不是尹小姐及时赶到 恐怕我早就命散皇权了 她怎么知道木匣子里有飞镖的 她怎么知道 你应该去问她呀 我们两个怎么知道 你们关系非同一般 她知道匣子里面的秘密 谁告诉你们我们关系非同一般 你们自己 我们 我们 二位还记得 那日随尹大人到我家里来找尹小姐吗 二位趁尹大人和我说话的时候 将我屋子找了个遍 水缸都找了 偏偏将最可能藏人的柜子给放过 其实你们早就知道尹小姐藏身在里面 为了帮尹小姐逃脱 你们宁可背叛尹大人 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尹小姐跟你们共谋要杀掉刘富 杀我是你俩自作主张 所以她才会敢去阻止 床子都捅破了 不杀你都不行 这是你自己找死的 哥 兄弟 死让他死个明白 包拯 你说对了一半 小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从小和我俩最亲 我们不能眼看着这朵鲜花 插在刘富那坨牛粪上 杀刘富跟我们小姐没有关系 索命侠是我俩干的 知道为什么要杀你吗 我让刘富一遍遍逃过死劫 我不死 刘富也杀不死 明白为什么这么干 你为什么要帮刘富这个恶霸 跟你们说不明白 兄弟 看来今天咱们必须杀他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不死 小姐和咱俩都得死 刘富被人暗杀死掉 太便宜他了 什么意思 不能告诉你们 相符失踪 跟你俩有关 相符跟我俩没关系 相符无恶不作 被人杀了正好 木匣店里又丢了那只木匣 跟我俩也没关系 他是被一个神秘人偷走的 神秘人 什么神秘人 那天你在匣子店挨打的时候 我俩就在附近 偷 向你偷 快偷 快偷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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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偷不过去 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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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偷 快偷 快偷 别打了 不能打死你 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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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偷 人哪 哥 咋办 杀他不杀 保证 你给我俩出了个难题 你说 杀你们杀 杀我 你们等于救了刘傅 万一你出卖我们怎么办 我不会出卖你们 还有一事相求二位 什么事 我一个人势单力薄 你们帮我一同查案 没没 我们俩希望他早点被人杀了 案子早一天破 刘傅就会早一天死 凭什么相信你 刘傅罪大恶极 我也要杀他 皇上 清女来了 去吧 皇上 奴婢给您请安 皇上 皇上不高兴了 皇上生奴婢的气了 奴婢在太妃娘娘那里 不能随便走动 今天是太妃娘娘 让我来看您 我才能出来 你不是这么奴婢 你是真的姐姐 你还跪在那儿干吗 太妃娘娘对你好吗 嗯 太妃娘娘对我很好 不把我当丫鬟的 你坐吧 没事 没人看见 唉 你还好吗 我不是 没有人看见 你不要叫我皇上 你不要叫我皇上 就像以前叫我义儿好了 没事 没人听见 易儿 你还好吗 不好 晚上你不在身边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我也害怕 轻女 我们见周儿了 我们一起在河边洗澡 他还教我们读书呢 我也梦见过 我还梦见咱爹咱娘了 咱爹在外面给咱看院子 咱娘在屋里 给咱们缝新衣裳 轻女 你怎么了 你梦见过你亲娘吗 我没有亲娘 咱娘就是我亲娘 怎么突然问这个 前些天晚上 太妃娘娘带我去看一个疯女人 太妃娘娘对她说 她亲生的孩子是皇上 你胡说是太妃娘娘胡说 我也不相信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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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我去吧 皇上 皇上您干什么去啊 皇上 皇上您站住 皇上您跑哪去啊 皇上 皇上您别跑啊 皇上 皇上您去哪儿啊 皇上 皇上您不能去啊 皇上 皇上您不能去啊 您不能去啊 你放开这儿 皇上 您能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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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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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吃吧 饭菜都凉了 皇上 是不是谁又跟您说什么了 皇上 陈公公 太后换你 马上过去 启禀太后 皇上今天郁郁寡欢 一直不说话 在去书房的路上 突然跳下了轿子 跑去了冷宫 奴才毫无防备 你跟皇上都说了些什么 奴才什么也没有说 太后 你也是奴才的主子 奴才不敢欺骗你 皇上都见过什么人呢 太后娘娘 奴役知错了 奴役知错了 奴役林他也不敢了 奴役知错了 奴役知错了 奴役那也不敢了 奴役知错了 太后 皇上尽善了 陈琳 你起来说话吧 谢太后 现在皇上已经知道他的亲娘是谁了 该怎么办 哀家想听听两位的主意 没关系 这里没有外人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太后 封娘娘对老皇上情深义切 整日里喊着要见老皇上 奴才觉得应该成全了她 况且老皇上那边 一定也需要她伺候 陈琳 你说呢 奴才怕惹怒太后 只要真心为哀家着想 哀家不怒 做什么 答案 快 怎么说 太后 又不是 不要 有人一定想让太后背这个黑锅 这么一来 就等于断了太后的后路 陈琳 你就不要绕来绕去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李妃娘娘留在宫中 不知道会出什么变故 奴才觉得 太后应当学当年老皇上的办法 什么法子 像当年送小皇上出宫一样 秘密将李妃娘娘送出宫 找个地方保护起来 日后皇上要是追问起来 太后也算是他们母子的恩人 太后 保护了李妃娘娘 就可以赢得皇上的心 赢得了皇上的心 就是赢得了将来 请太后三思 去 bonding 来 cient 吃点 来吃酒 嗯 来你也吃一个 来 你也陪我吃酒吧 我最爱是 龙帆 龙库 太后 太后 太后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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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出去 太后 太后 你还认得我吗 你曾经是我的丫鬟 被皇上宠幸了之后 你就跟我成了姐妹 你天天喊着要见皇上 现在 你只能去九泉之下见他了 今天跑来见你的那个孩子 他也是皇上 他是你的亲生骨肉 虽然我们一直瞒着他 虽然我们一直瞒着他 却无法阻止你们母子相见 当初 你戴下了龙肿 哀家嫉妒 现在更是嫉妒 疯了都还有人惦记 都说你可怜 可是我怎么觉得 你的命比姐妹们都好 至少在这个世上 还留下了你的亲生骨肉 你活着 倒是给哀家 出了一个难题啊 我还是别说 自己吐君 我才记得 我都线 都也别说 让我好了 只能卖 再送她 我才能恢复我 我们的爱都不好的 我都还不怕 所以我只要看我 我又想的 心情大法 真相 从来就 简单 演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花 未来总是比过去 看上去更美丽灿烂 人情 人生本就是梦宽 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 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 大江东去 之后下了风流人物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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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 流传 演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